好来看到水的问题呢 出现在贺岗村第24林的住户 也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 长期使用山泉水的居民 最近都找不到水源头 那么因为水源头的水几乎是供不应求了 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居民就向县议员林玉芬来乘行 希望可以申请检疫自来水 那么29号呢上午是前往提案会看 同样水的问题 今天还有出现在贺岗村24林住户 也是因为极端气候影响 长期使用山泉水的居民 最近都找不到水源头 因为水源头的水几乎供不应求非常不便 居民就向县议员成型 希望可以申请检疫自来水 我这里面很努力 我这里面很努力 但是我们也是住很久了 大概哪里有水 哪里没有水 大概就到了 下雨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出水 又没有下雨的时候 就没水啦 我们这三锅锅都有水 有啊 就那么大啊 那边这三锅锅 我跟路易昌两个一起用啊 它的水盘满了 满了我们有做浮动啊 满了再留到我那边 我那没有控制的 大家一起用啊 大家也是一起用而已啊 我们也想说 郭伯仁有没有帮我们情况 当然因为找很多方式 都没办法解决了 有啊 有水水桃 那一边山上 但是很深 真的看看了算 我们不能讲啦 这是我们现在认为最有效的 你不用拉那么太长 你只要那边的土地公 自来水有到嘛 大概两公里的 拉到管子 拉到桥头就好了 就是我们最想办法 就这么样而已 浩岗村这三公里 是没有自来水管线 但是如果要设置 自来水需要三千万元的经费 这里住户也才十二户 会非常的庞大 先议员林韵芬表示 会建议居民朝向申请 简易自来水 并且也成立管理委员会 会比较符合效应 因为对没有自来水管线的 这个居民来讲 我们是比较处于不利的状况 人少 然后管线又长这样 那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 来办理这个 简易自来水的这个部分 所以目前今天是 取得两个结果 就是第一个就是 找到一个水源 我们去探看一下 水源充不充足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住户的部分 我们就要组织一个 管理委员会 自来水管理 简易自来水管理委员会 然后一边做这件事 一边去探勘 然后看看 有没有机会 来设置这个简易自来水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的居民已经 苦不堪言很久了 居民也认同 先议员的建议 多年前也都想要成立 简易自来水管理委员会 现在趁这个时候赶紧成立 凝聚居民的力量 让社区有水可以用 不再为了民生用水来苦恼 记者高松双 瑞雪香采访报道 最后一边的水管理委员会 最后一边的水管理委员会